欢迎大家来到Line and Love 欧阳疗愈 今天我们要测的一个主题呢 就是看你心目中的这个人 默练他的名字 然后问你在他心目当中 他有多爱你呢 就是你测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 看他有多爱你 你有多重要 好的 默想这个问题 选择一些牌组 有多爱你呢 好的 现在开始来解牌 先把这些 待会儿解的先拿下去 稍等一下 点一下精油 好的 现在开始来解 选到1的牌组 Tone of Swords 7 of Cove King of Pantico 好的 首先来解牌组1 出现了一个新秘国王 一个圣杯期 一个宝剑石 这要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抽到牌组1的是 你们的关系可能目前处于一种 停止状态 也就是可能是属于分手 断年 或者关系刚刚落掰之类的 也就是关系属于一个非常低谷期 因为出现了这个宝剑石 所以说 两个人关系肯定是出了问题的 处在一个互相的 就是冷静低谷期 也可以 可以代表说这个低谷期之前过了 然后现在两个人是重新接触 重新开始 刚刚从低谷期恢复过来 也有可能 这代表两种可能性 但总归来讲 你们这段感情 目前来看走的并不轻松 过去肯定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两个人感情 发展的并不是太平稳太顺利 两个人可能经历了很多 揪心啊 揪结啊 吵架 或者不和谐的一些事情 导致两个人才会出现 这种宝剑石 这种非常激烈 思绪混乱 然后感情受挫的这种牌 所以你们接下来一定要 如果说还在继续维护关系的话 接下来一定要好好注意一下 关系维护 因为没有办法继续恶化 继续恶化的话 这段关系很容易就是 缘分断掉的 所以这个牌的出现 结实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需要用极大的心意 小心呵护 他现在就那似好像 一个易碎的一个玻璃球 你们要小心呵护他 如果说已经断年 或者已经炒过架的 那么你们也是 这段关系已经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状态了 两根随时可能因为 下一次爆发吵架 或者是甚至断年 然后让关系破碎 或者渐行渐远 而且呢 这个牌也代表说 对方是那种 一遇到事情 两根之间 你们如果说 有遇到问题 对方是容易用 他自己梦想去逃避 这段关系的 比如说 他可能 会有一些 其他的选择对象 或者是说 他自己会用一些 事业啊 工作啊 或学业去麻痹他自己 让他自己 在其他方面 找到一些精神寄托 也就是他并不是说 每天着急的 就解决跟你 这间关系 一旦你跟他 这间关系出问题 他就容易用其他的事情 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从而让彼此的关系 容易 越来越紧绷 越来越远 就是感觉 渐行渐远的一段关系 因为他不积极去处理 反而去 把重点和焦点 转移到其他的目标 或其他的事情 事业啊 追求公民利路啊 追求工作 世俗的一些层面上 然后让自己忙起来 然后渐渐的去忘掉 或者是 能处理掉 你们的关系 所以这样 就容易造成 渐行渐远的一个模式 所以 这段关系 需要的是 你们这边 能够主动的 去打破这个尖兵 让关系 能够更进一步的 说有一个 转环的余地 因为 从他的态度来看的话 新壁古王就是 他好像 并不愿意 太多的去 主动的去破尖兵 或者把现在这段关系 把它有一个 转环的一个动作 做一些什么事情来 让这段关系更加的 好 我觉得他 可能更多处于一种 被动状态 而且他内心的 什么想法 他不愿意说 典型的就是 什么都 好的想法 不好的想法 想你也好 或者厌恶 这段关系也好 或者是说 他就是逃避 就是不愿意去表达 内心可能有很多情绪 甚至有时候会想到你 或者想到你们的关系 但他就是不愿表达 他总是喜欢活在自己的 事业王国 或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然后去巩固他自己的一些 公民利路啊 事业啊 甚至转移目标 他就是不表态 他很多时候 他习惯把很多心思 闷在心里面 所以他这种不表态的态度 也直接可以反映出 你在他心目当中 并不是非你不可 也就是抽到第一组牌 我想告诉你们一个事实 就是你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 不是并非非你不可的 就是觉得这段关系 如果没有办法在一起 他不会强求 他也不会付出太多的主动 去把它做一个转环 或者做一个优化和修复 他更多就是被动的逃避 所以你们在他心目当中 他爱你们的这个程度 用百分比来讲的话 可能只有百分之十percent 十到二十percent 就是不够爱 他心目当中永远最重要的 就是他自己 先保护他自己 先让他专注于事业啊 学业啊 他就是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 现实的公民利路上 或者转移一些他自己的目标 去和别人互动 也就是他不愿意 用主动的方式去弥补 去努力 去付出 有一点点被动 然后闷着去 冷除你这段关系的这种态度 不过如果你们愿意去破冰 愿意去把这段关系 做一个修复和修补 进一步推动的话 说不定两个人是可以 有推 下一步推进的 但是如果你们都不愿意 你们都放弃了 你们都是这段关系 为一种默认的放弃的话 那对方更有可能是会放弃 也就双方会默认放弃 然后渐行渐远 或者默认就像这种 冷处理方式 让彼此的感情啊 关系啊 冷却掉 所以说的话 第一组处在一个感情 比较艰难的考验期 关键看你们愿不愿意去破冰 去努力去维护 如果说不愿意付出的话 那第一组可能就真的 这段缘分 这段关系 可能就比较容易 慢慢的能缺下来 对方的一个态度 也是不是太积极 去处理这段关系的 虽然有时候 心里会想这个 想你啊 想这段关系啊 但是对方的态度 始终不主动 不明朗 所以呢 如果想要解救 只能你们主动了 好的 这就是排一的一个分析结果 好的 现在开始解排二 选到排二的牌组 The Hyperstays Five of Cups Queen of Pentacles 好的 从这个排面来看的话 首先啊 嗯 对方呢 他的个性啊 他对到这段关系啊 你会有时候会觉得 他这个人 不是太主动 比较被动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也是比较成熟 比较冷静 他不太会容易是那种 随感性随波逐流 然后感情用事的人 他很多时候 他感情如果跟你遇到问题啦 或者他在感情方面处理方式 他更多是用被动和冷静的方式去处理问题 他不会冲动乱说话 但是有时候也会欠缺一点热情度 而且对方呢 他的一个在感情上的表达方式 他也是慢热和稳定的 他不是一个轻易变动 轻易今天一下这样明天那样的 他是一个比较冷静成熟 大智慧 然后慢热 然后做什么事情非常稳当的一种个性 所以他在感情表达上 他也不是说给你表达感情 天花乱坠啊 或者说一些非常浪漫的话呀 他不是这种 他更多他的付出爱 他的表达爱 都是体现在一些他平时的生活和实际行动上 他不会轻易的去说一些他做不到的事情 或者说一些他做不到的承诺 更多的时候他会用一些非常 就是实际的眼光 或者非常就是踏实的态度 去维护你们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而且他这个这个排除性啊 圣杯舞 代表说 要么是你心目当中可能还有一段 放不下的过去干扰你们的感情进展 要么是他心目当中还有过去的一段感情的伤害 给他的阴影或者感情 某一个人在他心目当中还有还有影子 所以这个排除现在中间 代表说你们感情遇到的问题就是 你们彼此中间还掺杂了有一些 就是彼此有谁或者两个都有 或者其中有一个人有挂念前任 或者还有心目中还有一个前任的影子 还有过去的某一个人的影子 还没有完全清空干净 所以这个影子放在中间 会导致你们的感情进展 会受到一定的小阻碍 但是大方向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方是成熟的 他不会因为过去的这段关系 而耽误现在的现有的这种关系 他还是一个慢热的 只要慢慢的跟他稳定发展 他是不会说轻易的抛下线人 或轻易的做一些冲动的 怎么决定或举动 他之所以会选择你 或之所以在经营现状这种关系的话 他一定是经过他自己深思熟虑的 不是冲动行为 所以这一点是可以放心 所以只要你们能够慢慢的去处理掉 过去的或者是说 迷留你们之间的这种障碍的话 你们的感情的这个升温的程度 应该会有一个提升 而且呢从你们的这个整个排面来看 对方对你们的感情 基本上在乎程度呢 他是属于越相处 两个人相处时间越久 那两个人之间可能感情会越深厚的这种 是慢热型细水长流型 所以不要急于一时他对你们感情的一个态度 他们是属于稳重型的 不轻易喊下海口 不轻易做什么 但是一旦他们给你们做了一些承诺的事情 那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是可以相信的 因为他们不会轻易给一些 他们做不到的一些承诺或事情 所以呢 他们的承诺或他们决定一些事情 可能是经过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三思之后的决定 所以不会说变动很大的一个不靠谱 很大的一个变动性 基本上后期是可以一一兑现的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可以长期相处的细水长流的一段感情和关系 对方对你们的一个感情也是非常有待培养的 也就是可以好好培养一下的一段关系 未来的走向是容易明朗化的 只要能够解决掉我说的这个心理还活在过去的议题 把过去的一些问题就是慢慢的放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以克服这个问题的 对方目前对你们的爱对你们的在乎基本上在50%左右 所以是有待培养是还可以的 以后的这个感情只要互相经营的好 是可以进一步的加深的 所以选到排阻二的朋友不要太过担心 基本上就是好好的去克服问题 好好的两个人更多的去互动 更好的去细腻的培养这段关系 那么这段关系就能够走的比较长远 细水长流 好的现在开始来解排组三 好的首先从这个排面来看啊 首先呢要么是你在对方心目中 要么是对方在你心目中 你们会觉得彼此是很理想型的或者很有吸引力的 或者双方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互相非常欣赏彼此 欣赏对方的外形啊 或欣赏对方的魅力啊 就是要么你特别欣赏他 要么他特别欣赏你 这一点是促成你们互相吸引 就是你们会有很强烈的这种互相魅力吸引磁场 所以会让你们一开始就是非常的会倾慕对方 互相倾慕的这种感觉 而且全章也代表说 可能你们在这段关系开始的时候 你们要么会有两个选择 要么是对方会有两个选择 从两个人当中 可能是有两个人追他 或两个人供他选择 然后他从其中选择你们 或者是你们会有两个追求者 或两个接触对象 暧昧对象 然后从两个人当中去选择了他 为什么选择他 就是我说的 你们的彼此吸引力是非常好的 而且出现了一个心臂王牌 就代表说 你们对彼此这段关系 都是抱着一种认真的态度 因为觉得 哇 好吸引啊 好吸引彼此啊 就是这种电光石火 这种魅力 感觉被彼此的这种磁场 这种吸引力所吸引住了 所以哪怕你们身边 会有其他的选择对象 你们也会义无反顾的 选择跟这个人 或者这个人 选择跟你们认真的开始 这个心臂王牌 就代表一种认认真真的 踏踏实实的开始 而且很多选择排组三的 很有可能你们的关系 是一种新的状态 进入一个新的状态 或者刚从单身 进入恋爱关系 或者是说 从一段恋爱关系 过渡到另一段的 新状态的恋爱关系 比如说两个人 刚吵完架呀 然后现在 彼此过渡到新状态 就是刚和好啊 或者是说 彼此两个人过去 不是那么相爱 然后刚刚 经历了吵架 或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现在过渡到一个 比较互相 就是吸引力 重新聚增 或者重新两个人关系 得到一种新的开始 这都代表开始啊 就是代表 彼此认认真真的 开始对待这段关系了 而且感情 通过这段时间的一个 相处 也得到了一个 很强的一个 正向增长 觉得彼此就是 彼此想要找的 这么一个 你想对象 觉得就是 这个人很吸引自己 或自己就是 很容易吸引对方 就是互相这样子 而且词上很强 所以认认真真的一段关系 而且也是互相抱有一种 很强的这种期待 想要好好的经营下去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起始和很好的开端 总体而言的话 对方对你们的在乎程度 我觉得是有很大空间 可以在未来做一个培养的 虽然从这个牌上 看不出来有积 积淀非常深的感情 但是是一个好的开端 好的开始 也就是 对方想要认真对待 投入到这段关系当中 也觉得你是一个 有魅力的对象 所以他想要好好对待 认真对待这段关系 所以未来这段关系的发展 是具有很大的潜力的 提升空间的 所以目前 就从目前单单现状而言 对方爱你们的程度 基本上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这个样子 有待培养 未来 只要你们走得好 未来是可以大大提升的 因为对方目前的一个态度 心态也是想要认真 开始好好在一起的 所以好好期待你们的未来吧 好好去经营 好好去珍惜 好的 现在开始来解牌组四 King of Cups Nine of Pentacles 哇 Empereo 三张牌能量都还不错 两个国王 一个骑士啊 抽到牌组四 应该是今天 所谓牌组里面能量最好的一个 能量最强的 毕竟两个国王作证嘛 代表稳定 一段感情关系 只要出现了两个 这种国王啊 或者皇后啊 就印证了说 这段关系 一定是一段 长远的 稳定的 甚至在对方心目当中 就是有一种认定的 或者非常的认可 这段关系 想要长远 稳定的走 甚至考虑 躺婚论嫁 如果是适合年龄化 对方在 你们在对方心目中 可能就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想要谈婚论嫁的 对象呢 因为中间这个也代表 对方有对你们关系 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和安排 并不是那种 你们就是他玩玩而已啊 短则的对象 在他们心目当中 在对方心目当中 他是对你们感情有计划的 他是把你 念入了他未来的人生规划当中的 所以说呢 是一段非常认真的关系 因为 当你都在对方的人生计划表你 那只能说明 对方是真真正正的有你 有 有把你放在心里面 而且又加上这个国王 这个国王代表了一种稳固啊 代表一种 家庭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 他只要跟你们开始了 这段关系 他就没有想过退缩的 他会尽 他自己最大的能力和义务 保护你们 保护你们的感情 对这段感情负责任 对这段感情做长远的规划 所以从其实 心必其实在的国王 都在揭示出 对方对这段关系 一定是有长远安排和考虑 一定是一个 想要抱着长远发展 甚至是结婚负责任的这种态度 而且这个水杯 国王也代表说 对方并不是那种表面 内心有感情不表达的 对方有时候还是会表达他的爱的 因为毕竟有一个水杯 他会适时的去表达 比如说给你们送礼物啊 或者是说带你们去一些浪漫的约会场所啊 去表达他的爱 他会用一些行动去表达他的浪漫 去让你感知到他对你有多在乎 也就是不光是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他也会用实际行动去付出 然后去照顾你 去做一些更有创意的一些社交约会方式 让彼此的感情得到更好的一个促进 也就是当两个人感情在每个阶段的一个进程当中 他都会有规划 他都会有行动 他都会用他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去创造 你们两个人培养感情的一些方式 培养感情的一些环境 他都会自己去规划和创造 所以他对你们的感情是非常有想法的 也是非常能够去付出 能够给予实际的这种浪漫 实际的这种照顾 实际的花心思去培养感情 花心思去呵护你们的感情的 所以其实抽到排组四的真的要恭喜你们 你们在对方心目当中 可以占比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也就是你们在对方心目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不可或缺的 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部分 他会尽可能的保证你们感情能够发展的细水长流 平稳长远 然后两个人携手稳步走的更久 也就是想把你纳入他的人生 他的轨迹 两个人合并 然后变成 就是变成一体 两个人共同去经营更好的未来 所以你们就是对方规划列表当中的一个部分 你们非常重要 所以呢 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人 好好珍惜这个 这个 这段感情 未来是非常美好的 如果说 已经结婚了 那就好好珍惜 这个伴侣非常爱你们 如果说还在念爱的 那就好好珍惜 好好培养 尽量能够开花结果 走入婚姻 如果说是年龄特别小的 那就代表说 他想要长久跟你们相处 不是那种想要跟你们玩玩而已啊 一个月 两个月这种 他是想要长远的一年两年更久 往上走的这种感情稳定关系 对你们感情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所以好好珍惜 好好享受这段爱情吧 本节目 如此 稳定的 之后 除了 葦斗 位佗 感谢观看